另外呢是在过年期间 很多人家里呢会收到很多的应景花卉 像是看运竹蝴蝶兰 该怎么照顾才能让这些盆栽 长得漂亮又健康呢 我们请专家告诉您一些小秘诀 红红紫紫的蝴蝶兰 有兰花之后的雅号 说到这一盆蝴蝶兰 该怎么照顾它可就伤脑筋 蝴蝶兰可不像一般的花花草草 它很娇贵 从花朵梗到叶子最好都不能碰到水 水的叶这个包叶它会渗透进去 它这边会有斑点 因为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霉菌 所以蝴蝶兰要养在有采光的地方 通风良好十天位间隔 在根部浇水就可以把它养得浇艳欲滴 金钱树叶片肥厚多肉 看起来就像是用铜线串起来的钱壁而得名 要观赏金钱树就着重在叶子的照顾 用布擦一擦再喷上亮叶剂 像是打了一层蜡一样 还有很讨喜的开韵竹 它养在水里 水就代表着财 干净的水一定是澀澀 感觉不会滑 那如果是已经变子的水 它水中有黴菌 我们去触摸感觉就会滑滑的 那让开韵竹健康的发芽 水质的监控就是秘诀 除了阴景盆栽 一般花束要保鲜 漂白水以一比一千的比例稀释 可以让鲜花开得持久 再加一点糖水让花补充营养 能力风景让办公室充满活力 前日新闻五时期 吴嘉宁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